10月14号 俄罗斯的黑客公布了他们入侵中共商务部 驻白俄罗斯明斯克代表处的电脑获得的文件 而文件的部分内容令外界感到震惊 下面我们把镜头交给赵培TV视频 大家好 微博曝光的资料是这么说的 10月11号 商务部被匿名黑客组织入侵 并且外泄了347MAG的数据 其中包括照片文件和公函等 文件内容涉及俄罗斯 乌克兰 白俄罗斯 俄罗斯媒体声称有文件涉及中国驻明斯克外事办 与俄罗斯黑帮老大巴拉姑拉 还有乌克兰的高层官员 我们找到了两篇俄文相关报道 被攻破的应该是中共驻明斯克领事馆的商务处 或者是商务部驻明斯克的代表处 那么黑客已经将这些文件上传到网络了 现在可以公开下载 中共外交官员与乌克兰高层官员有经济联系 这还可以解释 但是中共官员与乌克兰议员 俄罗斯黑帮老大巴拉姑拉三者相互勾结 就让俄罗斯媒体大吃一惊 被黑客公布的中共领事馆资料显示 黑帮老大巴拉姑拉在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有着广泛的社会关系网 其中包括了生意人和议员 我们知道黑帮老大巴拉姑拉被美国FBI认为是俄罗斯黑手党的教父之一 根据美国官员的说法 这位黑帮老大和乌克兰的合伙人一起参与了非洲钻石的走私 这些走私钻石的客户主要集中在白俄罗斯和俄罗斯 除此之外 这些犯罪分子还涉及金融诈骗 勒索 洗亲 性奴役 微成年人等罪行 黑客组织指责黑帮教父的钻石走私和虐待儿童活动中有中共官员的参与 有趣的是 俄罗斯黑客们对于他们政府使用外国通讯设备都强烈的反对 他们认为 不论中国或者是美国的公司 都会在电讯设备中留有后门 美国众议院情报委员会经过一年的调查后 认为华为和中兴对美国的国家安全构成了威胁 建议美国公司不要与华为和中兴有商业往来 而且他们在美国的商业并购案也没有得到批准 从黑客的说法来看 俄罗斯也没有把中共看成是朋友 而是另外一个潜在的对手 好 谢谢大家 今天微视频就到这里 我们会在新唐人网站的微视频中 公布总参议节更多的爆料 好 谢谢大家